1944年,300万盟军士兵强度英吉利海峡,从诺曼底拉开了同盟国反攻的序幕。 次年,以得意为首的欧洲轴心国成员开始相继投降。 只有位于远东的日本仍在作困受斗,在太平洋战场对美作战多次失败,就连自己赖以生存的海上交通线也被切断。 然而,此时的日本却依旧在作战大东亚帝国的美梦。 在中国战场,钢村宁次于1944年发动玉香桂战役,请中国派遣80%的兵力大举进攻,是要打通大陆南北交通线。 即战八个月后,国军溃败,日本顺利打通了平汉、粤汉、香桂铁路线,占领了中国西南大面积的国土。 另一方面,美国B-29重型轰炸机原打算从桂林、柳州两处机场起飞,空袭日本本土。 而如今,桂林、柳州相继沦陷,美军只能退而求其次地选择距离较远的马里亚纳群岛作为起降机场。 但因为路上的问题,后者的轰炸效果很不理想。 为展开更猛烈的轰炸,美国决心策划一场新的战役,将军事基地向前推进。 而此时阻挡在美军航母面前的,正是太平洋战略要紧,硫磺岛。 为了突破这一天险,硫磺岛战役一触即发。 这是二战期间,太平洋战场中最惨烈的一则战役。 那么,面积不过20余平方公里的硫磺岛为何会成为令人闻风丧胆的海上绞肉机? 等待美日双方的命运将会是什么呢? 硫磺岛成为海上绞肉机并非傲然。 这里既是弹丸小岛,也是太平洋战场上绝对的战略要低。 当美军占领马里亚纳群岛以后,开始从塞班岛频繁起飞空袭东京,但空袭效果往往不佳。 这是因为东京与马里亚纳群岛相距2300公里,硫磺岛刚好处于两者中线附近,具有得天独厚的预警优势。 当B-29重型轰炸机飞往东京时,日军战斗机也不时从硫磺岛上升空拦截。 可以这么说,谁能占据硫磺岛,就能扼住对方的喉咙。 美军想要总攻日本,必须攻下硫磺岛,而日军为了确保自己首都东京的安全,势必死守硫磺岛。 一场大战再所难免。 1945年初,美军在控制菲律宾后第一时间向硫磺岛方向靠拢,下一步就准备拿下硫磺岛。 由于日军的海空军主力在菲律宾战役中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, 以无力为硫磺岛提供海空支援。 硫磺岛的抗登陆作战,是在几乎没有海空支援的情况下进行。 当时,日军在岛上驻军共约2.3万人。 飞机30余架,由日军中将素灵中道统一指挥。 素灵中道是二战末期最杰出的日军将领之一。 他既是强硬的军国主义分子,但不可否认的是,他是出色的职业军人。 由于此前担任过日本驻外武官,并在哈佛大学进修过, 素灵中道对于美军的历史和战术情况有着深入的研究。 也因此,这位曾担任过日本天皇警卫部队的指挥官、第二师团长, 在因驻地失火而营救辞职后,素灵中道来到硫磺岛开始着手岛上的防御。 素灵中道在仔细研究美国在瓜岛、塞班岛战役期间所使用的战术后, 素灵在脑海中迅速构思了一个惊人的铁桶防御计划。 首先,当地的火山灰和水泥混合可以成为非常良好的混凝土。 日军用此建成超过1500座实施公式,和总长超过18公里的地下隧道, 将整个20平方公里的硫磺岛变成一个庞大的地下公式。 地下的防御坑道纵横交错,即使是炮兵阵地也大多建成半地下石, 尽管牺牲了射箭,却大大提高了在猛烈轰炸下的生存能力。 火炮和通讯都受到良好保护,折博山几乎被掏空, 著有的坑道攻势达九层之多。 此外,针对美军的作战特点,在海滩纵深埋射了大量地雷, 机枪、排击炮、反坦克,构成绵密火力网。 所有武器的配置与射击目标都进行过精确计算, 可以最大限度杀伤敌军。 更为出色的是,苏灵一改此前日军在战斗中的死兵战术, 对美军强谈不抵抗,直到美军先头部队进入陆地五百米再发迹反击。 利用隐蔽攻势,近距离得大量杀伤美军有声力量, 甚至还规定了分兵机动防御、诱服等战术, 号召每一个士兵至少要杀死十个美军。 至此,苏灵中道已经将硫磺导改造成了人间地狱, 对于美军的登陆也已经是严正以待。 这场战事将会如何发展, 美军方面又做了哪些准备呢? 在硫磺岛战役爆发前, 在塞班岛和关岛上, 日军部署了三万以上的守军, 由陆军主力师团全权聚首的阵地。 可即便如此, 美军也仅仅用三周的时间就消灭了岛上的守军。 由于关东军联队驻守的是提尼安岛, 美军只花了八天的时间就完成了战令。 加之, 美军此役的指挥官是尼米兹上将, 参与作战的地面部队为第五两栖军约六万人, 由由两栖战支付之称的霍兰史密斯中将指挥, 登陆编队和支援编队, 由中太平洋两栖之王凯利特纳中将指挥, 米歇尔中将指挥的第五十八特换编队负责海空掩护, 参战登陆舰艇约五百艘, 军舰约四百艘, 飞机约两千架, 由第五舰队司令斯普伦恩斯上将统一指挥, 此次对美军此役的几个指挥官, 都是在太平洋战场中骁勇善战的名将, 参战部队的战斗力之强, 战斗作风之强悍, 战斗意志之顽强, 在美军中都是首屈一指的, 因此, 最初美军高层认为, 对硫磺岛的登陆是一如反掌的, 只需要五天就能完全拿下硫磺岛, 战役开始前几个月, 美军开始着手硫磺岛的情报搜索, 第七航空队等单位开始绕道航拍侦查, 虽然照片几乎覆盖了海军陆战队登岛战斗后激烈的所有区域, 但遗憾的是, 情报中心对这些重要照片缺乏过细的分析评估, 草率地得出了硫磺岛共有日军1.35万, 并分析指出, 没有迹象表明首岛部队得到加强, 而事实上, 自1944年马里亚纳群岛失守, 日军就在不断加强硫磺岛防御力量, 大量兵力集结该岛, 截至1945年2月, 日军首岛力量共计2.3万余人, 比美军评估结果多出了近一倍的兵力, 直到1945年2月2日, 米米兹来到吴里西, 视察硫磺岛作战的准备情况时才察觉到, 硫磺岛上极可能存在着不寻常的防御系统, 之后, 斯普鲁恩斯提议, 为阻止日军对硫磺岛可能增援, 必须首先使用舰载航空兵对日本本土的关东地区机场进行压制, 米米兹同意了这一计划, 2月14日, 威廉布兰迪海军少将率领有6艘战列舰, 12艘护航航母, 5艘巡洋舰, 16艘驱逐舰组成的火力支援编队, 离开塞班岛, 前往硫磺岛, 另一方面, 美军也计划使用轰炸机对硫磺岛上的日军攻势, 进行地毯式的轰炸, 其实早在战争爆发前, 美军已经对硫磺岛实施长达半年的轰炸, 共投弹1.35万吨, 火力准备规模之大, 时间之长, 用弹之多, 前所未有, 米米兹将军曾说, 世界上再也没有其他岛屿能像硫磺岛那样挨炸, 只是美军的持续不断的狂轰滥炸, 能够取得应有的成效吗? 美日双方又将在硫磺岛上上演怎样的激战呢? 1945年2月16日清晨, 硫磺岛战役爆发, 美军轰炸机飞领硫磺岛, 进行了太平洋战场上最猛烈的攻击, 总弹药投射量达到上甘岭战役的2至3倍, 与此同时, 美国海军少将布兰迪的火力支援编队到达硫磺岛海域, 所有战略舰, 巡洋舰都被划分了攻击区域, 对已查明的目标逐一摧毁, 但是难以置信的是, 如此猛烈的轰炸, 根本没有撼动日军的坚固攻势, 特别是地下坑道部分, 在轰炸中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损坏, 2万名全副武装的日军躲在硫磺岛的火山岩攻势中, 耐心地等待着美军到来, 1945年2月16日清晨20许, 登陆战正式打响, 美国海军舰艇的凶猛炮击, 为硫磺岛之战敲响了开场众声, 一个小时的炮击过后, 整个硫磺岛被笼罩在火光和浓烟之中, 宛如地狱, 有超过11万名美国海军陆战队正在等待登岛, 上午8点30分, 先锋部队3万人开始登陆硫磺岛, 不久之后, 刚登陆的美军就发现, 岛上的海滩松散不堪, 无法挖掘坑道隐秘自己, 而先头部队已经完全陷入日军的火力网中, 那么为何硫磺岛的沙滩会如此松散呢? 主要原因是硫磺岛是一个火山岛, 这里的海滩上遍布着冷却了的火山岩镜, 这些岩镜比细沙更细碎, 因此美军的重型战车坦克登岛之后, 全部深陷溺杀, 被日军炮火击中后便原地暴飞, 成为一堆阻碍几方士兵登陆的废铁, 一面是美军以肉身向前冲锋, 另一面则是日军不断从地下暗保中放出冷枪, 几乎每发一枪都有一个美国人被打倒, 战后统计, 这支率先登陆的美国部队伤亡率达到50%以上, 有经验的连、排长和军事长伤亡殆尽, 许多连队连长由少尉或上士担任, 而排、班长则有普通士兵体任, 由于伤亡过于惨重, 许多军官们甚至没有勇气再将士兵投入战斗, 而这只是硫磺岛战役中的一个残酷缩影, 随着美军士兵使用大量喷火器, 不断为身后的部队创造登岛机会, 当美军终于突破海滩, 不断向前推进时, 真正的较量才正要开始, 因为横梗在他们面前的, 是日军的核心阵地, 折波山, 需要具体说明的是, 折波山是硫磺岛上的一座, 尚未完全冷却的死火山, 它海拔160米, 终年喷发武器, 硫磺岛因折波山释放弥漫全岛的硫磺瓦尔得名, 作为岛上的最高点, 呈现婉状的折波山, 不仅是日军守卫硫磺岛的天然要塞, 也是美军争夺的重要阵地, 如果说硫磺岛战役, 是太平洋战争中的绞肉机, 那折波山则是整台绞肉机中的转轴与利刃, 它正不断地运转, 发出圣人的狂叫, 最残酷的战斗, 就发生在这座山上, 祖灵中道在防御中最重要的一环, 就是折波山为核心防御基地, 在岛屿内部组织大规模防御争夺斗战, 当海滩登陆消耗掉大量美军的有声力量之后, 接下来日军就开始利用岛上的天然洞穴, 层层射服, 并夹杂游击战, 迭力阻碍盟军的前进步伐, 如果遭到轰炸, 则马上堵入坚固的掩体, 在整个莱特岛战役大胜日军的战斗中, 美军仅以3500人的代价, 就将5万收到日军全监, 但硫磺岛战役中, 仅4天的登陆基战, 美军就有5000余人伤亡, 虽然攻占了折布山, 但也损失惨重, 当美军的喷火器喷向暗宝时, 许多日军士兵选择在全身恐绑守雷后, 跳出坑道与美军同跪于尽, 到了3月1日, 美军经过激烈的敖战, 攻占了2号机场和原山村, 到了3月10日, 美国陆战30将日军防线结尾两段后, 随即开始向两面扩张战过, 9团向东, 21团向西, 分别测印陆战40, 50的攻击, 尽管日军的防御态势已经相当不利, 但日军仍依托攻势, 死战不退, 尤其是陆战50, 面对的是由素林直接指挥的部队, 遭到的抵抗更为激烈, 陆战50的伤亡超过了75%, 许多战斗部队失去了战斗力, 师部的文书, 司机, 甚至吹士员等杂禽人员都投入了战斗, 三师四师的伤亡也很严重, 出于这种情况, 陆战四师师长克里夫顿凯兹少将, 向素林和硫磺岛日军中, 战斗力最强的第一四五连队队长, 池田大佐发出了劝详信, 信冲首先向他们无畏的精神, 和英勇作战表示了尊敬, 接着说明了目前无法取胜的处境, 最后要求他们指挥所属部队停止抵抗, 美军将保证投降的日军会根据日内瓦公约受到人道待遇, 3月16日, 东北部的八百余日军被歼灭后, 美军宣布占领流磺岛, 但素林指挥残部依然在抵抗, 陆战三师师长厄金斯少将, 找到两名日军战俘, 给了很多干粮与一部醉心式爆发机, 让他们将劝详信带给素林和池田, 虽然到了时间期限, 日军仍未投降, 但两名送信的战俘被美军的人道主义待遇感动, 通过爆发机为美军炮火指引目标, 又经过一周的击战, 美军将残余的日军压缩在岛北部约2100平方米的狭小范围里, 当晚, 绝境中的素林焚毁了军机, 发出了诀别电报后销毁密码, 准备实施最后的反击, 3月25日, 素林派人设法通知岛上的每一个人, 在夜间携带武器在3号机场附近的山区集合, 3月26日凌晨, 素林轻率约350名日军向2号机场的美军发起了最后反击, 许多美军在睡梦中被杀, 天亮后, 美军组织扫荡, 四处追杀这股残余日军, 击战三小时, 这股日军被大步见面, 素林负伤后切负自尽, 美军伤亡172人, 到了清晨八时, 美军宣布硫磺岛战役结束, 清剿残余日军的战斗一直持续到4月底, 日军在被完全孤立的硫磺岛上, 以2万之中, 依托攻势抗击了10万美军整整一个月之久, 美军指挥官也在战后直言, 这场战斗没有胜辙, 若非日军储备的弹药物资消耗殆尽, 美军的胜利也不会如此迅速, 此役中, 日本的核心人物素林中道, 领导并组织了硫磺岛的抗灯陆作战, 在面对美方名将云集的指挥阵容, 以及密集猛烈的军事火力时, 仁国军奋战, 虽败有荣, 他的谋略与坚韧赢得了美军的尊敬, 虽败有荣, 日军的残暴是无可辩驳的, 但作为军事史上, 登陆与反登陆的经典战役, 硫磺岛战役会被人们不断回望与提及。